我们非常非常鼓励应付接种疫苗 当然因为这个新冠疫苗 新冠病毒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病毒 所以疫苗相对来说也是很新的 其实疫苗在病期的每一个阶段都很安全 辉瑞疫苗算是一个比较新的疫苗 辉瑞跟科兴都不是活疫苗 都是灭活疫苗 辉瑞是一个比较新的科技 它是用一个类似新冠病毒的蛋白 打去你身体里面 让你身体觉得你中了新冠病毒 然后你就产生看起来 然后科兴就是一个非常旧的技术 是灭活疫苗 像我们普通打的病性肝炎疫苗 或者怀孕打的破伤口疫苗 都是属于这种疫苗 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辅助品 可以帮助孕妇增强抵抗力 因为孕妇怀孕抵抗力低下是一个自然现象 可是就像每个人一样 你要增强免疫力 你就要有健康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然后当然补助一些维他命C 还是对折强免疫力 有一定的反复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辉瑞疫苗 比如说获运问题 或者没有机会接种到辉瑞疫苗 接种科兴疫苗也是可以的 所以是说在辉瑞跟科兴之间 你们是优先的推荐的 所辉瑞疫苗 我是雪梅 大家好 冠病无处不在 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确诊冠病 包括厂部 你的姐妹妻儿正准备生厂吗 厂部确诊该怎么办 请耐心看完我们这一期的 听说十五分钟 本节目由十五 拉让医药中心赞助播出 好 我们这一期又请来林顺蝶医生 顺蝶医生我们想请问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 这个确诊冠病 身边到处都有人确诊 甚至包括长腹 因为这个冠病的传播率太多 太可怕了 那万一比如说一个孕妇 已经要伸长 在要生产前 她发现自己确诊了 这该怎么办 如果一个孕妇 她在临产的时候 就在结局预产期的时候 她被确诊了冠病 然后在刚好在确诊冠病的 十到十四天以内 她突然间 要作动了 要生小孩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这种情形 首先只有你只能够去有 有接受冠病病人的医院生产 那就说你只可以去政府医院生产 四人医院是不接受你生产的 因为你有冠病 意思说这个 防止确诊的这个产妇 就必须要到政府医院 不可能到四人医院 四人医院是完全拒绝 不以这些产妇接生的 对因为四人医院 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个冠病 病人或者产妇都不行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 有些有些孕妇 她可能本身 她不知道自己有冠病 然后呢 她突然间今天肚子痛 要生小孩了 然后去到医院 因为现在去医院生产 你都要检测冠病 突然间检测出 你是冠病患者 那应该怎么办 等一下顺点意思是说 今天所有的这个产妇 要生产前 他们都不需要做一个冠病检测 是的 那她在不知道自己 患冠病之前 她可以到私人医院 可是私人医院一检测出 她确诊冠病 就必须要把她送到政府医院 是的 所以只要你确诊冠病 你只能够去政府医院 所以一个产妇 我们现在讲产妇 就是要生小孩 已经可能已经有症痛 可能已经就是临产了 临产的产妇 所以如果这些产妇 是冠病患者 通常除非 她已经接近要生了 比如说她入院 她已经 洋水破了 洋水破了 或者生过小孩 生孩子应该很快 可能她的子宫口开了 六个公分以上 估计她的长程 可能在短时间内 比如说一两个小时以内 会完成 所以她可以自然长 比如说如果孕妇 产妇到医院 她比如说已经做 有症痛了 或者已经破洋水了 可是她可能 她的子宫口还没有开 或者开了一个公分 或两个公分 大多数产妇的这种情形 大多数人会拖到 可能四五个小时 甚至有的生第一胎的产妇 会到十个小时才生 这种情形 通常医院会帮他们 执行剖腹肤肠 剖腹肠的主要原因 不是说你的冠病 会影响到你的小孩 还是你生产的过程 主要是因为 我们不要太多的医护人员 接触那个 患冠病的产妇 因为如果你去自然生产的话 你可能十个小时 那医护人员 要看顾你十个小时 被感染的几率也很高 对被感染的几率很高 虽然他们穿着 全副武装 可是感染的机会还是有的 反而去手术 可能过程比较短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好了 就相对来说 减低那种 暴露在冠病那种 感染的风险 对 那这个新生儿 妈妈确诊 新生儿也会确诊冠病吗 新生儿不会说 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不会说 她确诊 从肚子里面传染给宝宝 可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感染到新生儿 所以如果冠病妈妈生了小孩 新生儿生出来 她就要检查 很可怜 第一天她就要检查 检查PCR 如果是养性的话 她其实可以跟母亲一起 如果她是阴性的话 她第三天还要再检查一次 那就是检查是阴性的话 这个婴儿新生儿 就必须要跟母亲 对对 分开隔离的 对可以 因为如果阴性的话 有可能 她已经被感染了 可是还没有检测出来 或者有可能 她还没有被感染 所以为什么 她第三天还要检查一次 可是因为为了避免 她没感染 然后接下来被母亲感染 所以她只能够跟母亲隔离 不能够跟妈妈一起 直到妈妈过了 那14天的那个 那个隔离期14天 确定她成婴了之后 这个牺牲儿才可以再回到妈妈身边 是的 哇好可怜哦 那妈妈确诊的话 对这个牺牲儿来讲 也是另外一个 我觉得 哎呀 另外一个伤害 对妈妈生了宝宝 不能够看到宝宝 14天 你想想一下 你14天看不到你的牺牲儿宝宝 那是非常 非常可怜的事 所以这14天 这个新生儿是会交给医院的 对 所以那些新生儿出世以后 一开始如果她是阴性的话 她会在新生儿的隔离病房 直到确定 如果三天以后 她在检测还是阴性的话 她就会去新生儿的普通病房 可是如果她是阳性的话 她就可以回去跟妈妈一起 因为新生儿还是有被母亲生产过程中 被母亲感染的风险 那有没有这可能说这个自然厂跟泡腹肠 哪一个感染新生儿的风险更大 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吗 还是说其实任何一种 对 其实没有这一方面的数据 可是也没有什么察觉 因为自然厂跟泡腹肠 生厂的过程就那一瞬间 对新生儿的感染率 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 先生 孙婷我们想知道一下 这个妈妈要是缺诊 她能不能说把这个乳汁挤出来之后给新生儿 马来西亚卫生部 他们是鼓励妈妈虽然隔离 可以母乳喂养 可是就是用挤出来的母乳给宝宝 这是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政策 可是在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 他们有不同的政策 比如说在我们事务医院 他们是不允许母乳喂养的 就算你帮助把母乳挤出来给宝宝 那也是不被允许的 主要是看那个儿科医生 他们觉得母乳 通过母乳感染的风险率有多高 他们做出的决定 所以不同的医院 其实有不同的政策 所以事务医院是不鼓励 确诊妈妈给小孩哺乳 那好可怜 要是这个小孩是成婴 那小孩成婴的话可以吗 小孩成婴可以 小孩成婴可以 那就不存在感染风险 小孩要是成婴的话 他就是十四天不能跟妈妈接触 也十四天不能和这个妈妈灯 对 像孙婷我们想知道一下 这个确诊妈妈 她确诊之后 就是在这个十四天 她隔离的十四天里面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事项吗 因为刚刚生产完 那身体会更虚弱吧 不论是自然产 或者是泡沫产 对 通常他们反正 他们会在医院一段时间 如果接种疫苗的大多数人没有症状 其实可以像土痛的产妇一样 一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说确诊的妈妈 她极有可能 她没有任何的症状 她只是显示她呈阳 对 她的PCR是阳性 可是她没有任何症状 她就像一般的产妇一模一样的 她就非常好 通常这种情形 我们不需要特别需要去照顾 就是像正常的产妇 差不多在医院住了两三天以后 然后看那个母亲的身体状况 然后看适不适合居家隔离 回家居家隔离 或者还在医院 或者需要去隔离中心 就是不管她的这个状况 即使她的状况很好 她还是需要十四天的隔离 对 可是如果有一些 有一些厂妇 她如果有一些症状 比如说 尤其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有些肺炎 那些她就会在医院 一直待到 她十四天的隔离期结束 或者待到她痊愈为止 所以有症状的那个就比较棘手 比较麻烦 那这个 这个产妇要是在医院 一般上就是结束 可以回去就表示她其实是已经康复 可以就跟正常人一样对吗 是的 是的 只要她结束十四天的隔离期 然后她就可以回去 她就可以像正常的产妇一样 还可以跟宝宝在一起 可以母乳喂养 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十四天以后 她其实不具传染性的 顺提 我想再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因为有些这个确诊妈妈 就是确诊长妇 她可能之前是还没注射疫苗的 那这个康复之后 她再给这个宝宝喂母乳 可以注射疫苗吗 可以接种疫苗吗 可以的 就是首先就是确诊长妇 如果还没有接种疫苗的话 那就跟普通确诊人士一样的 她在康复了以后 可能就做完月子以后 就是一个月以后 她就可以接种疫苗了 如果她在母乳喂养的话 她也是可以接种疫苗的 然后她不需要说 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停止喂母乳 很多人会有这些想法 她说我会不会 我接种了疫苗 我今天的母乳我不给宝宝喝 其实是不需要的 你可以继续喂母乳 然后这疫苗呢 就像我们上期说的 威锐或者是科兴都可以 都适合喂母乳的母亲接种 不会影响宝宝 意思说其实这个疫苗接种 不会对这个母乳造成任何的影响 所以请这个喂母乳的妈妈们 可以尽量的放心 继续做这个母乳的喂养 是可以继续母乳养 然后记得一定要 因为很多孕妇 她们怀孕的时候不敢接种疫苗 虽然我们很鼓励 可是大家有很大一部分的孕妇 不敢接种疫苗 所以生产完了 有的人可能要服务母乳喂养 又不敢 一年又不敢 那你不是都没机会了吗 所以母乳喂养 绝对可以接种疫苗 而且她不会对宝宝 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们谢谢林顺迪医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